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这个星期的《桑海神租》 我是桑普的我的好朋友 拍档杰斯在旁边的 杰斯 你好 桑普 你好 啊 怎么样 最近看奥运是不是看到金睛火眼 不过你不会的 我就是了 还有尾声五、六、六天左右 是不是你想看这个香港队有什么获胜呢? 或者之前有看过江文维 我不知道了 每个阶段不同的 简单说一句 这个阶段我自己就是在看USA怎么过中国 就是金牌或者奖牌 这些都在尾声现在是田径的赛事嘛 但是没办法啦 我们这些运动痴就天天这样看惯了 都是由半夜一直看 看到我的下午啦 现在开始变成人干了 直接是 那你也算是OK的 我们譬如说最近那些拳击那些呢 都要去到昨天台湾的凌晨三点半才开始啊? 很多声音啊 那场是吧?女子拳击那场啊? 是啊 林奕婷 我们下次可以讲一下这个问题 好啊 下次再讲啦 那回来讲一些不是奥运的东西啦 是啊 我们先讲 大家都很关心啦 美国大选 我想这边关心到明年一月都会关心这个题目的啦 那我想美国大选就是对于大家影响很大啦 无论大家身处哪个地方 美中关系都是整个国际关系的重点 那最近呢 这个川普和Benz 继续去造势啦 那另一方面大家看到民主党呢 就是拜登走了之后呢 那就是给哈利斯啦 那接着呢 今个月的19号呢 在芝加哥居行的全国代表大会呢 民主党都会就是只有一个人参选嘛 那所以就给他了啦 那这个基本上已经已成定局了 那这个Harris 他配什么呢? 那一直都是甚囂塵上的 8月初一直传到现在呢 那好几个不同的候选人都传过出来 就是由这个宾夕凡尼亚州的州进 George Shapiro 这个斩斩了一大热门的 另外就是奥巴马极推的 阿里桑那州的参议员 马克·凯利啦 那这两个 太空人议员 马克·凯利 没错 太空人议员 美国海军上教 那这两个呢 基本上都没有被选到 那也都令我很震惊的 那我原先打算他们两个只能选一个 但是 怎么知道不是 那全部人都估不到的 那因为为什么呢? 就是可能是有些人在发工 或者这个Harris 本身他要选这个人 那他8月2日见人 8月3日财务状况审查 8月4日在他DC的厨所面试 8月5日、8月6日宣布副手人选 那最近你看youtube你就知道要选谁了 就叫Tim Walls Tim Walls是什么人呢? 明尼苏达州 明尼苏达州在哪里? 冬到爆的 就是在这个美国的真是北方 那就是冬到爆的 那他有一家 这个明尼苏达州的大学 就是明尼苏达州的大学也有了 也都有这个很出名的大学里面 如果大家记得呢 就是在之前曾经发生过的 George Floyd 2020年5月26日 就是被这个 Black Lives Matter的法源地 那这个地方就是说被人跪颈死了 那那个警察当然被人败罪了 那当时候的州长是谁呢? 就是这个呢 Tim Walls 这个州长 那可以这么说呢 他做州长期间呢 就很多人都觉得 喂 搞到好像小丑那部电影那样 到那里方暴乱 而且这个暴乱呢 还延全美国 BLM Black Lives Matter 那很多人就会觉得 左派就会觉得这个是民权运动 那一般的就是普通的美国的人 就觉得哇 这么乱 是不是你在这里推波助瀾 那所以Tim Walls的名字呢 就是不敬而走的 那当然了 没有人会猜到他会被选的 因为这么多人当中呢 其实他是最不中间派的 那我经常都说了 一个总统选副总统呢 要选一个跟自己近镑的 跟着你选一个国务卿呢 就要跟自己互保的 就好像Trump的一种选法一样了 那你说 这个今时今日 这个什么鬼 Harris呢 他怎么选法呢 就类似这样的思路了 他不选一些呢 可能会拿到中间的选票的人 就是比如那些 民主党的建制派 比如Mark Kelly George Shapiro 那他选了什么人呢 就选一些 完全是极左派 和他声声相识 两个都是极左的人 那我会讲一下他一些 国内的政策是包括什么 选了出来之后呢 大家都很害怕 究竟你为什么会选这些人呢 那Trump就当然觉得很震惊 为什么会选这些人 他说这个人在边境政策大开放 跟着呢 也都对于这个变性 儿童变性大本营 现在他们有一种新的 Gender Affirmation Gender Affirming 就是说你可以 儿童得到老师的怂恿之下 他变成 无需经爸爸妈妈 知情或者同意 是不是痴妈根的 就是这种做法 已经去到痴妈根的地步 有几十种算变性别 给你选的 接着就有这个警察撥款 可能会减少 甚至没有偷抢东西的话 如果学了这个加州以前的前总监察总长 Harris的话 会更加突然害怕 再来一千元 一千元之内 950元而已 950元之内 就全部就是没事 那些事情 痴妈不是没事的 他就是说 是一个很小的一个short lifting 接着他可能就 極極可能不起数 他不是无罪 但是他会極有可能不起数 另外就是 索玛里的 穆斯林的难民 就是这个明尼索塔里 就是见一个小索玛里 之后还推他自己的国会议员出来 另外这个黑命贵的暴动 大家都痴痴痴痴痴痴 那我自己再看下去 喂 不止特朗普说这些 我稍微找一些资料出来看 更加多 譬如说 那州 明尼蘇达州 可以补贴非法移民建保的 那些非法移民建保都有 哇 这个真是不得了 这个左交道是神經病的东西 第二就是儿童变成大本人 刚刚说过 第三就是想立法 那州的立法 就认为墮胎是基本人权 那根据这个 就是最近Dops 那个最高法院的判决 那当然每个州 有立法的决定权利 但一旦规定立法 墮胎是基本人权的话 那很可怕 有些就是 出生之前都可以立刻墮胎 所以懷胎可以整八个月都可以墮胎 固于这样搞法 就是很可怕的一件事 那第四件事就是 疫症期间呢 是强制关闭很多学校 和相当长的时间 和它被热线 被人家检举的 哪个呢 宗教输的呢 抓他 哇 真是挺有趣的 这个是对美国的一些基本上 就是自治的一种价值很不一样的 另外就是 刚刚讲过第五件事 George Floyd 那个不明贵运动的法源地 就是他推波助澜 说整件事令人不安 就是贵颈的情况令人不安 于是那些警察是没有人性的 他说要寻求公义 接着又不阻止这个情况 甚至没有呢 有一个重大警察改革立法 意思就是defending 就是对于这些警察 cut budget 很得人的 但是六件事就是什么呢 他在去年 簽署了一个 普遍学校免费早午餐的法案 就撥出一比 有惠及 声称惠及这个 一百一十万的 这个份早餐 一百一十万份午餐 州政府免费给你吃 哇 几开心 那这些情况 不是借开心的 这个我又补充一下 这个呢 所以左派为什么很邪恶呢 就是这些免费午餐 就是要来压选票的嘛 那这个如果 如果有哪些 蛇猜冰重 是的 蛇猜冰重 就是这些呢 以前老毛起家 就是用这些咯 就是总之就 做一切的东西出来 其实就是笼络那些 低下阶层 窮虎大众 那包装又可以很容易 那还有就是 其实这些就很容易 骗到人的 所以这些选票就是这样 骗回来的 是啊 这些骗回来 那这些呢 擺明就是亿亿大家 这个我不会太反对 但是刚刚那个所谓的 早午餐计划 那些钱怎么来的 我想问一下 第七样东西就是大麻 大麻的娱乐 大麻合法化啦 加拿大都在说大麻合法化啦 喂 宁尼苏达州 当然也在说大麻合法化 合法化了啦 我们在温哥说 合法了些 我们经常在街上都是这样吃的 是啊 杰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吃 你是合法的 不过呢 我没有啊 我老了 是啊 我只是想着 如果以前年轻过来就挺好的 现在就 现在经常问 问一下其他朋友吃 那些邻居啊 他们经常都会吃 我喜欢的 我喜欢的 是啊 挺香的 就是这样啊 制定这个成年人的使用大麻监管框架 哇 不得了 接着这个大麻合法化 已经去年8月1日开始生效 他做州长期间 但是8件事持槍 他要管控 严格管控 那因为好像他的老婆被人爆过架 那是怎么样的 所以呢 他就对于这个持槍官方 很重要 推出一个普遍背景调查法案 和红旗Red Flag的法案 就是不满制枪械的 就是他不可以否定这个 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的持槍权 勇槍权 但是呢 他要最对于这个本制非常着眼 接着第九件事 LGBTQ的权益 禁止性取向矫正治疗 就是你有同性戀 相性戀 什么想人秀交 不用治疗的 那我觉得这个不是问题 这个不是问题的问题 后面那件事情 就是保护性别肯定护理法案 什么性别肯定护理呢 其实变性的意思 是左膠最经常创造在新名词 什么gender affirming health care 其实这个就是变性 那这个变性的法案 就是说他肯定这件事 就是让你自由变性 老师叫小孩可以变性 一变就立即得 逐渐变又得 得了 整个爸爸妈妈 完全都不需要知道的 接着十样东西 外交关系 譴责哈马斯的攻击 可不可以给我又补充了 你以上讲的十样东西 你以上讲的十样东西 其实就是 可以给大家看到 就是近年 就是美国民主党那种的扭曲 或者在美国民主党的极左的光谱里面 其实就是 就是你讲的十样东西 其实都是 就是 为了选票 那你怎么扩大选票呢 就是 有一种很邪恶的概念 就是 以往可能 可能这样讲 美国都是用圣经去立国的 这个很重要 我经常强调一件事 但是 现在美国的价值扭曲 就是说 你看看你刚才如果大家听 细心听 桑普讲的十样东西 就是那些东西全部都是违反了本圣经 甚至就是 就是 什么都好 总之所有东西都违反了常理 那他就拿了那些票 那他那个投票 那个 那个 就是那个 那个投票层就当然是阔了 就是这个道理 其实就是这么简单 所以什么叫保守 就是他们总是 这个共和党这些就是保守主义 保守不是就是老土那么简单 保守的另一种意义就是 将一些好的价值 那样他坚守下去 都是叫保守 所以这个呢 是很值得大家思考 那然后就继续交给桑普讲 是啊 这个记者说得很好 就是这个 这个就是分别所在 我其实很大家讲常识而已 就是你怎么可能说 这个BB8岁 8个月 7个月 就是这个胚胎在里面 你都可以堕胎的 我觉得这个很荒谬的一件事 就是你说早期的 有个时间的 明白 OK 这个会有争论 究竟是 就是两个月啊 三个月啊 这些有争论 明白 比如说你在说 比如被人强奸的 OK 于是乎你要堕胎 明白 就是这些是特殊例子 我是在说其他的情况来说 这个你说 哇 就是好一对情侣 怀胎怀到8月可以堕胎 我觉得很荒谬 甚至无论生了出来 都去杀那个 刚刚出生的婴儿 有这样的法例 所以我说 这些这样的阻交 要去到邪恶的地步 那你说 喂 这样搞的话 那外交的关系是怎样的 等一下我们讲中国 我先讲哈马斯那件事 他是和何金黎站在线的 我可以这么说 这位Tim Woltz 或者这个所谓的Harris 基本上他们本身 都是极左派 那我会觉得很多 有部分香港的年轻人 很赞赏 Harris 我等一下会告诉你们 那些人 为什么他们会赞赏他呢 譬如说我这个例子 以哈冲突这件事 他们觉得以色列有自卫权 但你打架 去年10月7日 哈马斯打你 那你自卫权 但是巴勒斯坦的人很惨 以色列就应该要在加沙停火了 不是就有人道主义危机 那巴勒斯坦的人是有权表达自己的意见 还有很多人冲入校园上 战令校园 不需要驱赏他 为什么呢 那些人学大学生有权表达自己的意见 于是乎 民主党政府都不像拜德那样 要改了 要改什么呢 要改一条路线 开始要对以色列施压 对这个加沙要求的停火 这个就和哈里斯的想法完全一致 为什么哈里斯要选一个他 因为他和自己的地方很多想法 声声相识 就算哈里斯不在 还有这条左胶 继续执政 甚至哈里斯不在的时候 继续找这个左胶做一些左派政策 就不得了 这个就是他们在做的一件事 那当然 你说他这个做法 就会讲到中国 但是这个看到这个华智 就是Waltz 选这个是哈里斯的一个什么的选择呢 特朗普就是说惊人的选择 他听到之后很激动 他说他聪明版的哈里斯 聪明版的Harris 相当是 就是相当于Bernie Sanders那样 OK 第99名 就是99名 他两个加上就是一个 这个极左的Bernie Sanders就死了 是啊 他说沉迷跨性别 你看这个哈里斯59岁 Waltz60岁 那Waltz60岁 他最近我看了他和这个哈里斯在这个菲拉德尔比尔 就是费城 有一场造势大会的 你说 你问我呢 Waltz的口才 OK 就是他不是很差的 不是很差的 是的 那他说 特朗普是用不同的方式看世界 不知道为人民服务是首要的 好像整个中南海里面 为人民服务是首要的 因为他太忙于为自己服务了 那如果你这么说 人家要想 如果你为自己服务 是说要当选的话 那你也是 就是哈里斯也是 是不是 如果你为人民服务 就是说 今天你就是拿个心出来 为美国人民服务 那大家很硬健 就是他是不是等于 不为美国人民服务 是为自己服务 他连薪水都不拿 四年特朗普没有拿过 任何薪水 被放了出来 接着之后 你会看到他的政策来说 是对美国有利的 所以很多人支持他 所以这些说法 簡直是一种 我觉得是一个 没有意义的说法 他说特朗普是为了私利 是私利 削弱着美国经济 喂 反过来 誰在削弱着美国经济 有数据看的 谁是贊弱 所以这个是重要的问题 难道说 鼓励大家开采美国本地的石油 是削弱美国经济 就是开玩笑 他说特朗普把我们的经济 推入低谷 哇 原来美国经济有问题 是因为特朗普 我第一次听的 他说暴力犯罪猖獗 暴力犯罪猖獗就是你做州长的时候 麦尼耶普利斯搞到整个 好像小丑吐气那样 无政府主义 George Floyd被人跪死了 当然要把有关的人 去收监 但是变成一个暴动的时候 就是全国这样的搞法 所以说他又另有干犯其他罪行的 你全部的人在鼓掌 但不要忘记 全美国人 有人做过调查 71%的人是不认识 哪个叫Tim Moss 他没听过这个人的名字 因为他 是啊 因为他其实在众议院 Tim Moss 其实都被人的印象 其实是很不活躍的 他除了在Minnesota做州长之外 他都做过很多年 很多年众议院的议员 很多事情都是跟着大队的 这个人 是啊 没什么带头的 聪明仔 OK 总之 人支持他又支持 人反他又反 但不过 我又想插两句 我补充一下 补充一下 补充我觉得都重要的 就是回到 就是刚才你说 特朗普都觉得是一个惊人的选择 一个惊人的决定 就是民主党 或者何錦麗 选了这个人 跟他加起来 选极了加极了 但是我觉得 要补充一下就是 最后两个都不选太空人议员 Mark Kelly 或者还有 奔直凡尼亚州的 州长 George Sapparo都不选 选这个爆大难出来 其实呢 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什么呢 就是工会票 OK 特别是中西部的工会票 你会看到 賀錦麗呢 他这个人真的很邪恶 他要告诉你 这个人是完全没有政治理念的 这次这个决定 已经 已经不是第一次 你会在他身上 看到这个女人 是相当之投机取效的 OK 那其实 其实 我举两个例子 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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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翼的民主党 长期的 以往都是 但是 大家如果熟知美国的政治都知道 其实那些工会都是 都挨到民主党 OK 那其实 这次你说拜登不选 工会的影响都是很大 因为 由来 他以往 其实 民主党都会相信的 就是有很多州份 都是 就是 你只要笼络那些最顶级的工会领袖 你就可以 沽到很多票回来 他 即是民主党是相信一样东西 就是你交给工会领袖 他是会成就你去做总统 但是最近 如果你有看 你还记不记得 共和党开大会的时候 其中有一个便捷的就是 Team Master Team Master 都很厉害 Team Master 是全美国其中一个 数一数二的 一个很大的工会 是包含了很多 南岭的工人 各行各业南岭工人 那这个已经是其中一个 到今天为止 他其实都没正式 endorse给何锦麗的 那现在他在招着好处的 这个Team Master 这个工会 都在招着 他其实他都不是好东西 他打算首输两端的 那现在就跟何锦麗在说处 那另外还有一个 譬如 消防员 消防员那个工会 也是 Firefighters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Firefighters 那些 那些都还没endorse的 所以这次很明显 那今天一件事就是什么呢 Team Master 其实是一个工会 很喜欢的一个宠宜来的 他长期都是 都是很工会向的 那所以其实告诉你 背后 其实这次选他呢 我想说的就是 其实都是希望搞定一些工会票 所以 何锦麗就选择这些人 那我想强调一件事就是 如果一个不幸运 美国的国运真是坏到这样 选了这个人做总统的话 喂 离开了四年呢 这个副总统其实是没什么好做的 这个副总统是垃圾 因为他只要 他只要沽到那些工会票 跟着之后 帮何锦麗贏了之后 他已经可以功成身退 OK 他是完全是一件垃圾来的 就是 可以和大家说 是啊 很连遲 他就拿这个Vox 来对冲J.D. Vance 因为你看到J.D. Vance 刚刚阿杰斯说到 在这个RNC 就是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 T-Master Fighters 都支持Trump 和这个J.D. Vance 你就知道 基本上 是今时今日 你摊开一个地图 就是现在说 那些左膠 如果真是说 关固弱势 关固贫穷 关固工农 就是工人农民的话 我想问一下 你摊开地图 工人和农人聚居的地区 究竟是投哪个人 不很清楚 那些所谓的大商股 那些大商家 在哪个州那里 是投给什么党 不就很清楚 就是哪个为那些所谓的权贵服务 哪个是为一般的人服务 不就很清楚 其实我想你知道 左右派有分歧 不在于说 右派就是捧商家 跟着呢 左派就是权贵 那左派就是捧一些弱者 其实没有这样的关系 就是归根结底就是说 你相信 人在做神在看 因为相信人在做人定胜天 但是这样 但是这样 工会 我自己的看法就是 美国的工会 其实不会loyal to共和党 所以 就是他们其实在玩着游戏 这个 这个完全是 这个不能低估他们的威力 所以我自己 我会开玩笑的说 桑普 我 我 我仍然都是会 比较担心 看到民调也是 那我常常说笑的就是 特朗普是 太早 KO 拜登 真的 大哥 如果 如果 但是很难 我知道 有些人捧拜登上去 被他输 他输 输给特朗普 之后 这个是谁提议 CNN 这个就是民主党提议 拜登提议的 捧他上去 特意提前输给特朗普 然后换他下来 是不是整个都是阴谋 现在你要省下 看之前 会分分钟就是这样的情况 那如果这样搞的话 就是摆明是利用特朗普的嘴巴 来达成了换帐的角色 这个就是他逼拜登下来 因为拜登的金珠全部生水喉 现在 Harris的水喉很充分 他为什么 因为原先金珠不给拜登 现在才给 是啊 是啊 那我想 他现在对华政策又怎样 一人交给你讲 对华政策又怎样 我看到很多左监媒体 是讲几样东西的 我先讲一些 就是对这个 Walks 高捧的一些东西 跟大家讲一下先 那就是说他呢 就是 第一件事就是说 他是在中国那里很长时间 怎样长呢 1989年六四之后呢 他就躺在中国那里 一直到2003年 基本上在中国时间呢 非常长 那么长到怎么样呢 基本上大部分时间在中国的 我想这个情况呢 分分钟呢 比你和我还要多的 那个时间的 就是在中国的幅度 做什么呢 做老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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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学校呢 佛山啊 他在广东教书 佛山第一高中 OK 佛山第一高中 追究屠城格 责任 建促一党战政 建设民主中国 一定是不会讲这些东西 你讲这些东西 你不会做了这么多年了 对不对 喂 这个客观的现实嘛 你说暗地里讲 暗地里讲 都不可能讲了 就算你在 邓江湖年代 基本上你都不可能讲 有人在每一堂 在听你说话的 那你说 会不会说 星吐六四这些东西呢 有 他在国会的时候 你就跟大队 他全部都跟大队而已 他进去CECC做成员的 但是你有几何看到他 你有几何看到他 他有出过来 比如说 他来访问台湾 那样 CECC经常都有 两党都有很多议员 访问台湾的 你有没有见过他 这个人最多就是跟大队 跟大队 他一直都讲的 有几件事要注意的 第一件事 他经常说一件事 说他在六四周年的时候结婚 1994年6月4日结婚 OK 五周年 六四五周年 他就跟他老婆 他老婆结婚 叫做Gwen Gwen 就是结婚的 那另外呢 他就说呢 自己是 他有做生意的 就是他不是做志工的 他做生意的 就是什么呢 美国那群学生 来中国读书 这个就是真银 这个就是他找真银的地方 就是暑期班 其实我那边是暑期班 有没有其他班 游学团 游学团 是啊 游学团 帶些美国小孩去中国小孩 就是又可以找着 又可以服侍祖国 服务 不是服务他的祖国 是服务我们的祖国 厲害的 他有几句名言的 他说中国呢 那些人呢 中国人呢 你看看你觉得是不是 Kind Generous And Capable 做什么 Kind Generous And Capable 又善良 又慷慨 又能干 是不是这样呢 是不是这么善良 这么慷慨 这么能干呢 如果你看我们的节目 你觉得中国人 三宝你不要这么说 中国人 中国都有些很善良 很慷慨 很能干 你不会否认这件事 一样米一样白一样人 但是我只是说 你讲中国人 中国人是善良 慷慨和能干的话 那你先看看 单干的项目 不是啊 那当这个人跌下来之后 放在一边 那些人对他是不是很善良 是啊 坐冷板凳 比他坐冷板凳 多善良 是不是这样 你这样形容中国人 其实只有两种解释的 第一 第一 要是你讲大话 唯心 说唯心的说话 第二 第二 第二个解释就是 要是你无知 那我们都见过很多 这些无知的白人 一到很多这些无知的白人 在90年代初 80年代未 90年代初 大把这些觉得中国人是什么 他一踏上中国的土地,他就已经变成一个救世者或者外星人 他眼中的这些低等的民族全部都很友善的,这些人没有攻击性 所以这个就是Waltz,他开始接触大陆的时候的印象 他一直保留着这个印象,他今天觉得中国人其实有得救的 这个就是Tim Waltz的看法,也是很多民主党人的看法 其实拜登,何锦丽那些都是这样的,譬如Tim Waltz也有说过 他有说过,他说南海,美国的立场要坚定的 不过,这些就是民主党了,不过,在其他方面其实是有合作的空间的 民主党就是这样,哈马斯是不是邪恶? 是,不过,其实都还有讨论的,就是民主党 就是常常都是这样的,民主党 恶恶恶恶,就是这些这样的典型民主党人的风格 这个就很可怕的,我完全同意的 还有他看到Tim Waltz有说过,如果中国有好领袖 英文就是proper leadership,我不是说好制 如果中国有好领袖,中国人的发展是无上限的 no limits,limitless 那习近平是不是很领袖呢?要问 其实这个问题应该交给特朗普 不是,交给J.D. Vance 在副总统辩论那里真的要答一答他 那习近平是不是很领袖呢?这个真的很重要 要回答了,是不是?另外更厉害的是什么呢? 他就,2016年有一段片 他对一个智乎的agri-pulse agri-culture,就是农业的脈搏 post就是脈搏 他们就做一个所谓的演讲 演讲里面他说的一句话 美中无需对立关系 adversarial relationship 讲到白了,刚刚傑斯说的完全呼应了 是啊 对立关系,无需对立关系 无需对立关系 你看J.D. Vance和特朗普怎么说 中国是美国的最大威胁 他说什么呢?美中无需对立关系 这个时间2016年 不要再跟我说什么 好了,再退一步 2019年,贸易战开打了 当然香港被人打一步一步一步 当时他说什么? 呼吁扩大美中军事联系 建立稳固持久的伙伴关系 你没有听错 不是2009,是2019年 呼吁扩大美中军事联系 建立稳固持久的伙伴关系 partnership 你和希特拉 和麦索利利 和史特林、毛泽东 和习近平建立伙伴关系 不是,但是他又很恶恶恶恶的 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 他有支持的 OK,他这些就是正棍 我帮他搏你 OK 他总之两边都首鼠两端 各样都是这样的 因为为什么呢? 我的看法就是 当年有条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 看清楚 跨党派都投赞成 那我当然跟大队投赞成 难道真是投反对吗? 多我一个不多 少我一个不少 所以这些是世界仔 世界仔 世界仔的另一边 就是刚刚杰斯说的一件事情 就是说第一 见戴雷喇嘛 2016年6月拍照 戴雷喇嘛 说真的 N个人见过戴雷喇嘛 有素就认老爸 见过戴雷喇嘛就是好人 你什么人 然后你说你身为国会员 因为他做老师 由1989年做到2003年 接着2007年至19年期间 就是做众议员 民主党的国会众议员 连任五届 还要在这个 这个明尼苏达州 和阿哈尔 不是阿哈尔 是不是 阿哈尔 不是阿哈尔 阿哈尔西南边 明尼苏达州和阿哈尔西南边 明尼苏达州和阿哈尔西南边 有一个第一选区 那个地方连任五年的 零七至一九 那很多小数族 都在这个地方住的 他靠这个地方 能够将这个选程拉高 好了 零七至一九 做了整个五届 接着19年之后 就是做了这个 那个刚刚讲的明尼苏达州的州长 现在被人说做总统的 副总统的候选人 就是VP Peek 那好了 那他对于中国的人 就是不要中国的人 就是对于抗中的人士 有这个看法 戴拉玛2016年见过一次 接着黄之锋 有一幅照片 自己在网上找的 2017年见黄之锋 民主党 当时是众议员 用这个身份去跟他见面 那最近呢 就是我不知道 那些国际媒体 左家媒体呢 访问一个呢 比较左派 極左派的一个 香港的年輕人 叫做欧卓軒 欧卓軒的海仁也呢 就是这个Democisto 宗志里面其中一个人物 那宗志除了有黄之锋 罗冠聪 大家知道周庭的这些人之外 就是欧卓軒的 欧卓軒一向 大家知道 在这个周围里面之外 他非常左 那些记者 那些记者 那些阻碍媒体就说问他 那你问他的时候 他就说 喂 他是No.1 支持这个香港 民主人权法的人 为什么呢 2017年 他已经唱歌了 我刚才提了 哇 是的 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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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只剩下一个头 大哥 就是要问回欧卓軒 他说 他唯一 因为当时 每个人都不跟队 每个人跟队 19年跟队 19年跟队 就是通过了 大家知道了 大概2017年的时候 第一次提出来的时候 哪个跟 就是他 其他都没有跟 喂 你这样说法 是吧 提出这个法案的人 是跨党派的共识 是啊 是的 那时候民主党 加上Christmas 那时候共和党的一个议员 一起推的 你如果 就是说 唯一的一个这样的推 我记得 譬如Marco Rubio 那些都有啊 大哥 就是考记忆 我没有做功课 但是 几乎 就是 有很多共和党的人 是啊 Tim Wars 我记得好像是 就是 不是法治人来的 不是法治人 不是法治人 是啊 人家做VP 你会把他捧到这样 第一 你这样很不智的 你这样搞法 你另外那些 其他一边 譬如右派那边 会怎样看你 奥翠卿这些这样的说法 是 你说民主党里面 我当你 我善意你的 民主党里面 極少数 是支持这个法案的 我当你赢了 第一 他不是stand out的人 有其他民主党人 你不能唯一一个 第二 公和党有一群人推劲 Marco Rubio Ted Cruz 还有这个 Chris Smith 一大群人推劲 那你完全 是啊 那些真是香港人的朋友 在那几年 你哪有听过Tim Wars 阿生 奥卓軒 又要说你 不要乱例才可以 你现在着瓶中选 你就捧到他那样 我觉得 我的印象不是很意气 我都记得那些人的名字 但是你问我 是否有他呢 可能有他份 但是我不会觉得 他是站在头的那个 而且 最多都是Nancy Pelosi 民主党 在那几年 是吧? 就是我不做美国游说政策 我说什么都可以了 但是问题就是 如果你在美国做个advocacy 请你有时候真的要 有balance approach bipartisan ship 很重要的 随时翻艇的 两年一次选举 选不到你 那你那两年不用做事 这个真的是 对于香港的政策来说 是非常坏的一件事 所以希望大家出去外面的人 要了解这件事 我尊重每个人的自己政治的取向 有些人被人极左派的 不要紧要的 就是跟我道不同的意思 但问题就是说 你不要说完一些东西 会使到这个香港的advocacy 真的受到伤害 所以这是一件事 跟着呢 剛剛傑斯也说过了 十年开外 不是啊 做过CECC的情况 譴责中国的人权 Well CECC的大集会 不是他做主席 CECC是什么呢 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的委员会 那会定期呢 会定期出一些中国人权报告 甚至施压到国会委员里 讲中国的议题 简单来说就是一个国会 就是串通行政和立法的一个中国委员会 这个是其来有志很长时间的 你做过里面的其中的成员大把 喂 这个是一个跨党派组织来的 共和党人一边 民主党人一边 每一次就是一个主席 就是多数党的领袖 扣主席就是一个小数党的领袖 大家hand in hand的做 那你说你自己推 其他其他政党没有推到的 这个是很荒谬的一件事 香港人权民主法不是CECC推出来的 香港人权民主法是一众国会议员 是啊 是 就是不止马克努比尔 民主党也有其他的一些众议员 参议员一起推 所以我想这个是很清晰的 它是无意义通过的 这个议案是 那当年就是这样的情况 接着最惨的 你不要说太圆了 是啊 不是我 好啊 你说 2023年 2023年 去年而已 它说呢 近期没错的 是中国呢 是令它很失望 因为它因为呢 不是杂猪头 是因为呢 它偏袒俄罗斯去支援普克兰 所以我们中国很失望的 不过呢 就是这件事的话呢 希望它有改善 但是我觉得 现在的情况我觉得no 接着呢 就有人就说它呢 欢迎日本企业 拒绝中国企业呢 去投资名尼苏达州的 那各位 就是这些这样的东西呢 就是它很傻的地方 就是说 中国企业 如果要直接投资 Permontana North Dakota Minnesota 它会直接投资吗 不会的 它会转个第三个去投资 我转去日本也好 我转去巴拉圭也好 那些投资你算不算呢 是吧 你说欢迎日本企业 就是因为你有钱赚 所以有些日本的新闻呢 左派的新闻就是 它欢迎日本企业 不欢迎中国企业投资 明尼苏达州 就将它视为一种 反中支持日本的标志 支持日本的标志 OK 但是反中不是 还有这个就是它的投资 说到最后就是钱 但是我就是说一个政策问题 他没有说到吗 刚刚说的若干的例子 是抗美大陆子议员 还有一件事 不要经常拿一个国会议员 跟周永康啊 罗半聪啊 黄之锋啊 打过卡 或者是达拉拉玛 拍过照 就觉得它好 我们要问的一个问题 它的中国政策是什么 我刚刚讲了很多个例子 美中无需对立关系 如有好领袖 中国发指无极限 中国人善良 慷慨南干 而且它觉得 最坏就是习近平走一条歪路 如果不走一条歪路的话 可以合作 还有讲一句话 到今天都在讲的 中国如果经济自由 就會引到政治的自由 它今天也是这么说的 今天它也不相信 天魔勢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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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个政策 如果它上一台 它口几硬都好 你整个中国的理解 是missplace 然后说它有很多经验 你桑普都没有那么多经验 在中国大陆的日子 完全多过我 我相信是的 1989至2003 这一段时间 那杰斯当然可能比他更加多 不能比的 就是生意 他其实也是在做生意 是吧 那些美国学生去那边 这个人 他真的要对中国的情况 他是不是真的完全 逗留时间长 是的 但是我从来都觉得 逗留时间长 不等于你了解中国 尤其是一个外国人 你来这个地方 中国共产党一定找人 包装好了 你要懂的人 你要见的人 你要吃的人 吃的东西 全部好像 你参观动物园 大观园的人一样 带你看一些漂亮的地方 令你奔志如归的 这个是中国对 所有的外奔都是这么做的 杰斯是例外的 就是港商 去中国投资 你会看到多些中国真实的人 不是 我经历得太多 就是我很理解这些美国人 就是对美国人来说是这样 特别是美国人 有一种这样的心态 但是他们很喜欢去大陆 他知道大陆很落后 他更加知道大陆有一套森林的定律 他们不是牌的 OK 这些T-Moss都是 但是 你问他 如果你的家庭在这里 行不行 他一定告诉你 不行 但是他很清楚 这个家庭不是在这里的时候 这个地方对他来说 很过瘾 就像一个乐园那样 那就 久而久之就是 就是我刚才也说了 是两样的 一是他是白痴 但多数都不是白痴 第二就是 大哥 跟共产党有论谈 他知道 就算不是直接收共产党钱 他的生意在大陆会得到一些优势 他久而久之会变成一个 回到美国的时候 一个中国代言人 这些美国人是很多 特别在民主党这边是很多 所以今天是需要共产党 来整件事就是这个原因 因为民主党太多这些老油条 六十岁 不要告诉我他是白痴 我真的不太相信他是白痴 他都看通看透 他可能都挺熟中国的东西 但是所有事情就是 这些事情在他眼中就是 这些事情都不会发生在美国的 那不是我的家 而且他某程度上是挺喜欢 那种在中国的生活 因为那种在中国的生活 他觉得很有趣 那种是他在美国是找不到的 所以这些美国人其实是多的 所以这次 所以他跟着杜草是什么呢? 微博 你想去微博看看 12米的人看他这些 他可以上到微博 而他的微博里面 12米的人在看他 就是换言之 共产党的人在暗撑着你 是啊 你会不会看到J.D.Vance 特朗普在微博 开个微博啊 大哥 喂 这些这样的情况 大家知道 就算你开也好 或者被人提也好 你这个持调 有人12米的人 这个是中国潜在的好朋友 欢望一下 如果你看到里面有这样的说法 There's something wrong 就是今天是中国共产党 表面上就是说 嘿 你们民主共产党 个个都是坏的 对中国差的 那些人就是take the words on the surface 其实共产党最支持的 就是这班极左派 因为极左派 无论从意识形态 因为对跟中国的近距离也好 他们本身利益 思想 行为 和共产党是有类似性 它不是等于共产党 但是它是非常类似 而这件事呢 对于共产党来说 比特朗普和Vance做好 当然了 当然了 就是继续延续拜登的政策 就是我们经常都 我们经常都讲了很多次 又谈又齐 或者其实是表面上是齐 但是其实大家都有计划 这个就是 整天都是矮矮媚媚 你看现在这个国务卿 你布林肯 你看多他两眼都想 就是以我这些脾气 我真的想撞爆他 不是开玩笑 每天都是这样的 就是那种无铃两可 矮矮媚媚 就是今天民主党的风格 我是共产党 我都要这个 所以这一两届的美国总统 很多人经常说 特朗普特朗普当选 落选又来过 有些人都会形容 每次总统选举 都会把社会分化 喂大哥 不是只这样看 OK 你问我 你看看 现在选了出来民主党这个组合 这个组合 直接是一个邪恶的象征 这个大哥 现在每一次 其实就是一个正义 不是两个党的问题 是正义和邪恶的一个缺斗 这个是关乎美国的未来的命运 就是我们经常说 喂 美国不是老讽的 What is America OK 这个是最重要的问题 如果美国跟其他国家差不多 就大家不用说美国了 喂大哥 美国是给我们 如果你问我 美国 我永远都会联想起一个 古罗马 起码在头五百年 那个共和的罗马 OK 喂 但是罗马的历史告诉我们 就是什么呢 很厚的 共和 民主很厚的 OK 一个人 或者一两年 就可以搞定了 跟着下去 罗马的历史 已经不是民主共和的历史 美国都是 大哥 每一次其实的选举 就是一个 一场 就是一场 battle OK 喂 我们现在常常担心 这件事就是什么 如果你问我最忧虑 我想我桑普也是最忧虑 就是 我们看到美国的价值 是不断地扭曲 亚猪亚狗 你都可以叫 可以变成一个美国人 现在还有亚猪亚狗 你都可以在美国那里 投票选总统 你有没有搞错 大哥 连美国那里的价值都不知道 那 就是 如果邪恶一得逞的时候 美国变得好像大陆那样 中国那样 是不是 就是这个 我们习习习都常常说 一说到美国的总统 其实越来越 越 就是我们常常看 我们都是说来说 都是这些东西 就是要大家要明白 你看 就是8月6号 民主党选了这一对组合出来 哇 真的大佬 邪恶到没得再邪恶 不是开玩笑 不过很多人夹不到 因为他们很漂亮 他们一走出来真的很漂亮 一男一女 大家说的东西又好听 还有就是 哇 他们很包容 他们包容到怎么样 包容到就是 懒人不用做事 你打劫都可以的 还有就是 大哥 民主党的声音是什么 不止 为什么有950元偷东西就可以 之内可以什么 你知道民主党经常有些议员走出来说 穷虎大众都很惨的 其实你们跟店商说 叫美国的店商 你们可不可以做过那些饰柜 不要落玻璃 让穷虎大众走进来 他随便拿几件东西 任由他们 这是什么价值 这是什么美国价值 如果你这样引伸下去 就是穷虎大众来插几刀 你有他 其实他的家人都被人插了几刀 那他插你几刀 其实都是用来抒发一下 你包容一下他 喂 这是什么国家来的 搞到 今天民主党就是搞到 这个美国就变成这样 OK 我常常说的 忠然就逆意 特朗普 共和党 常常说 那些大道理 说那些对的东西 大家都不喜欢听的 你妈妈常常说 做人不应该是这样的 你应该要读书 你都觉得不对 今天美国就是这样 其实他有多难明白 是啊 很多人就说 特朗普串串共 什么 我不会假认 特朗普是大罪吧 有很多这样的问题 我也串死了 我是特朗普 他说的有道理 他说的有事实 你说他没有夸张成份 每一个政治人物都有夸张成份 我只是说主族 主族没错 OK 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特朗普说过 如果这两个人当选 一定美国立即走向communism 共产主义 这个就是得人的 今天是一个常识 有可能的 是的 常识与歪利的竞赛 我很得人的 他把美国这么多年来的立国价值 去一扑果 玩圆归类 就是这个是 你问我 是正邪之战 那你说 你不要那么自我 我自己自以为是 那我希望批评这个 我个人 都不要那么自以为是 我不是只有这种意见 我根本不是美国 我根本不是美国里面的意见 我在台湾那里抒发我自己的 非美国人的意见 那如果你说我没有资格 评论美国选举 有些人阻加这么说的 那很奇怪 和那些包容 相对主义的价值 完全矛盾 再加上如果这样说 他都不要评论台湾的选举 他都不要评论台湾的东西 不要评论台湾的东西 不要评论台湾的东西 就是 Apply the same ruler 同样的一个Parameter 去量度所有东西 这个才是重要的 跟着你看到 特朗普 给人家 就是现在的情况 民意调查 叮当码头的 不要看那些 整个民意调查的 popular vote 说是在赢多少% 1% 2% 3% 7% 准备台湾很厉害 哪一方面赢的话 这个popular vote 是没有重大意义的 重大意义的 就是叫做 选举团人票 而现在看到 那七大摇摆州 特朗普都是占微弱优势的 尤其你看到在Nevada 在Arizona Georgia North Carolina 基本上已经赢了 赢了 赢了 不是赢了 赢了 另外 比如说三大摇摆州 就是Wisconsin Michigan 和Pansylvania 三个大的Russ Belt 三大摇摆州 就是交战的重点 我相信 未来很多场的选举 做世界大会 就是在这三大摇摆州 做的 只要特朗普赢到三个 其中一个 就是刚刚其他四个赢了 然后你赢了三大摇摆州 其中一个 你就已经赢了 那你说 那很多人支持 何锦丽 Kamela Harris 任德龙 他老通 还支持这个华智 那些如果增加的数目 在加州 纽约 明尼苏达 是没有影响的 增加了的东西 同样都是这么多的选举团人票 所以你要看看demographic 它的分布在哪里 还有辩论会 很多人就说 特朗普根本上不想辩论 这么说 其实我觉得有些事情 你真的要搞清楚 现在在谈 现在互相挨架 特朗普就说 原先和拜登 答应了9月10日ABC 但现在拜登 退选了 这个合约作废 A contrary is a contrary 那他没有 他们说 Kamela Harris 他的对手 就等于答应了 和Kamela Harris 9月10日的辩论 那你真是召唤 日常这样 你买黄埔花圆 塞舊太古城给你 说这两个差不多的东西 都是中产的房子 可以了收货 交易 是不是这样 不是这样 因为contract is a contract 那些左家 要想清楚这种东西 没有答应到 然后Kamela Harris 再次重申 ABC 左派媒体的辩论 9月10日 但是特朗普就说 No 9月4日 例如我这个Fox News 不是我这个 Fox News 基本上很多时候 都是中间偏右 可以这么说 就是要在奔直繁尼亚州 接着要开放观众在现场 和你一起同台辩论 那现在呢 就两个deadlock 有僵局 就是说呢 Kamela Harris 9月10日ABC 特朗普就是9月4日 Fox News 那大家会不会谈得了呢 不得而知 但是特朗普说 我一定不会 9月10日ABC 这个其实是值得 bargain的一件事 就是我觉得 就是之前那个CNN 是不是 那这次就去到 每个人做产 我就有个建议 我觉得呢 就如果大家谈不完 就在投票之前 大家飞去英国 BBC 选个中立场 在BBC那里做一场 BBC也没有中立场 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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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方是中立 我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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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 大家不要去 那北纳的地方 槍擊的地方 露天 是 开放这么多人参加 所有目的 不要 哪个人搞 OK 不要说哪个人搞 就放在那裡 不要有主持人 2个正脱敲完帖了 不是拳擊的 2个Free Flow 好 最主要就是吵架 大家吵到完為止 大家有一個操略的情況 每個人哪個地方停 那個人才負責按停 咛咛咛咛咛咛 這樣就停 Stop你的麥克風 就是這樣 不會有主持人問你問題 讓兩個人在那裡聊天 這個是最好的方式 為什麼需要一個主持 我今天到現在 我覺得沒有需要一個主持 主不得詞 回到最原始 回到最原始 以前西部的那些 美國那幾個台 學香港那些模式 幾台聯播 是不是? 你問陳茂波、李家超 施政報告 或者財政預算案之後 當然幾台聯播 那又不用爭辯了 為什麼爭辯不了? 你爭辯 你什麼台都在這個地方播 你什麼都可以 這是大家很開心的 我覺得公平 公正 可以一場又可以 兩場又可以 三場又可以 玩到大家悶都可以 這個就是我覺得民主的精神 我覺得每一個人 我想特朗普是很希望有辯論的 因為辯論才是拆槍 拆出他西人鏡 但是不要去一個 跟自己有官司打緊 跟著有ABC 他那些人可能要加速馬力 去扭曲一些東西的地方 我們就不要了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合理的做法 這個我看法了 這個就是美國總統選舉 有很多地方可以以後繼續說的 但是我看回華茲這個pick 我是非常驚訝的 我猜不到的 而且我會覺得這個這樣的選擇會使得極左派更加圈銷 那些AOC 那些所謂的四人幫 就是有一個 你知道美國政治有一個四人幫 就是激左派的 很開心的 而這件事 他們的冒起 後面是不是包括了有中國的勢力在後面呢? 尤其是俄羅斯的勢力在後面呢? 那這兩個我們都要密切觀察 那之後我們會再評論這件這樣的事了 不用怕 我們一定會一直說 還有幾天過了奧運 剩下都是美國總統這件選舉的城市而已 難道這些城市在香港嗎? 所以我們都會密切留意著這個美國總統的選舉的方心 黏著新桑海神州就搞定了 黏著傑斯和桑普各市的行動 下一節記著去看傑斯的行動 是 是 好 那我們休息一會兒回來 看看還有什麼話題 今天這星期值得說 要問我叫這個方式去看傑斯的行動 bree在閑西上 有什麼的那些刀錢嗎? 他們不斷釋把運動